天高海阔 张修杰 共和党的这个主流 变成共和党的建制派 那么昨天我们讲完这个话题之后 有一些听众打电话来问 那么其实川普到底会不会在2024出来参选总统 那么2022共和党真的能够重夺众议院的这个多数议席吗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先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2022共和党到底能不能获胜 而2024呢 川普如果不会成为共和党的这个总统互选人 这是我秀杰个人的看法 那么有谁将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并且能在2020战胜民主党 那么昨天我们说了 现在川普在共和党的选民当中啊 有非常高度的知识 包括共和党的一些跟川普政见不一样的政治人物啊 最近都改变他们的口风 那么其中有三个代表人物 一个呢 就是美国国会参议院 原来共和党的参议院主席麦康纳尔 麦康纳尔在这个1月6号发生了川普的支持者 冲击国会事件之后啊 多次对川普提出了批评 甚至在这个弹劾当中 虽然麦康纳尔投下了反对票 但是啊 他说我投下反对票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弹劾是违反宪法的 宪法没有规定对一个前总统可以弹劾 但是呢 麦康纳尔认为川普在道义上跟实质上 要为1月6号冲击国会的事件负责 但是最近麦康纳尔被问到 如果2024川普代表共和党出来参选 麦康纳尔会不会支持呢 麦康纳尔说 如果川普通过了这个党内的初选 他一定会支持川普参加2024的总统选举 麦康纳尔是一个政坛的老政客了 那么这个老政客啊 其实今年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如果到了2024年 麦康纳尔已经80多岁了 作为麦康纳尔来说 其实他这样的高龄 不太应该再成为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领导人 但是从麦康纳这个表态啊 他为什么不愿意舍弃川普呢 说明麦康纳尔还是想利用川普的资源 利用这个选民对川普的支持度 继续保持自己的政治生命 麦康纳尔在这个美国国会参议院啊 应该说地位很高 他曾经是参议院的主席 那么因为在2020大选当中 共和党失去了参议院多数党的地位 所以麦康纳尔对川普很有意见 但是麦康纳尔也不敢抛弃川普 这就说明川普在党内的支持度 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不能够轻视的 那么第二个代表人物是罗姆尼 罗姆尼其实啊 从一开始他就没看得起川普 从川普2016年出来参选 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 罗姆尼就很看不起川普 后来川普胜了 罗姆尼也是沉默了一段时间 改变了对川普的态度 因为罗姆尼啊 在竞选总统失败之后 就一直消失在政坛 再也找不到自己适合的位置 罗姆尼呢很想重返政坛 重返政坛的话 有一个合适的选择 就是参加2018年的中期选举 参选这个国会参议院的席位 如果川普不支持他的话 罗姆尼是不可能能够选到这个席位的 自从他跟奥巴马竞争 这个总统大卫失败之后 罗姆尼就一直没有成功的参选过 任何这个民选官员的位置 但是啊 有川普的支持 2018年 罗姆尼如愿以偿 当选为美国国会的参议员 他一当选参议员马上翻脸 在很多政策问题上啊 都攻击川普 对川普的两次弹劾 共和党人当中在参议院 唯一两次投下赞成票的 就是罗姆尼 所以罗姆尼在这个政治上 可以说跟川普是死敌 他从骨子里边就看不起川普 他觉得他是政治世家 川普只不过是一个商人 川普的成功啊 不是侥幸 就是上天瞎了眼 反正罗姆尼对川普一百个看不上 很希望川普啊 在共和党内销声匿迹 但是现在罗姆尼也不得不承认 川普在共和党的影响力 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 罗姆尼没有说2024年 他还会像麦康纳一样 支持川普竞选美国总统 但是罗姆尼说 现在在共和党内 川普的这个支持度 无人能及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取代川普 那么第三个代表人物呢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黑力 黑力这个人啊 修杰多次在节目里面讲 我对他的政治填图 是十分看好的 共和党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应该把他推出来 成为2024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第一当过州长 第二当过内阁重要成员 驻联合国代表 第三年轻 第四是女性 第五是少数族裔 这些条件加在一起啊 恐怕不是任何一个民主党政治人物 能够轻易战胜黑力的 黑力既然拥有这些优势 又能够吸引到很多温和派 中间派的选民支持 本来他是一个非常 有希望在2024代表共和党参选的人 但是黑力不知道为什么 前段时间呢 对于这个川普提出了猛烈的批评 认为共和党应该抛弃川普 虽然黑力又要求到这个海湖山庄 见川普 向川普当面道歉 但是川普这个人 坦白说还是有点小气 拒绝了黑力见他的要求 那么现在黑力能不能跟川普 重归于好呢 这是一个大的疑问 所以我们看到 川普现在在共和党的影响力 这三个有代表性的 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跟川普政见不一的政治人物 都没有办法不承认 川普的影响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川普的影响力 川普又马上要对共和党 进行一个全面的改革 川普能不能成为 新的共和党的建制派 从而不但取代 像麦康纳尔这种老的建制派 并且在2022跟2024 能够带领共和党 获得选举的胜利呢 我们说川普的这个 对共和党的改革 他能不能成为党内的主流 能不能成为党内的建制派 其实2022的中期选举 是对川普的第一个考验 这个考验可以让大家看到 川普领导下的共和党 新的力量能不能成为主流 能不能获得美国选民 广泛的支持 我们知道选总统 跟选国会议员不一样 选总统需要整个美国的选民 对某一个政治人物支持 他才能够成为美国总统 但是2022的中期选举 选的是国会议员 那么这就不一样了 2022的中期选举 更加要看的是国会众议院的选举 我们知道众议院的选举 它跟参议院的选举也不一样 众议院选举一个州 是根据每个州的人口 决定这个州有多少位众议员 比如说我们加州人口众多 所以加州很多选众议员的选区 其实区域并不大 人口并不多 如果你在某一个选区 你获得几万票 你很可能就可以成功 当选为美国国会的众议员 众议员是两年一选 所以2022年有很多众议院的席位 又要重新再选 那么在2020的选举当中 现在有一位共和党的众议员 赢了他民主党的对手 只有六票之多 现在民主党人还在为这个事打官司 我们从这个事可以看到 川普认为选举点票有问题 重新点算选票 就是对选举结果的不尊重 就是不遵守美国法律 但是同样 民主党人在众议院的选举当中 共和党的众议员 赢了他们的民主党的候选人六票 民主党现在就要打官司 就要重新点算选票 那么我们从这六票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某一些选区在选众议员的时候 很可能简单的多数 很可能100票 甚至是10票8票 就能够让某一个党的政治人物 成为国会的众议员 所以在2020选国会众议院 共和党夺回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那么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 已经有提到了 现在共和党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领袖 麦卡锡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他很有信心 2022年共和党 可以重夺众议院的控制席位 因为现在在众议院当中 民主党的优势只有五票 那么麦卡锡所说的五票 我没有办法理解他说的意思 我看到的数字 现在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 应该是领先了九票到十票 因为据说 其中有一票还没有最后确定 但是在通过1.9兆的数字 索困方案当中 因为民主党人跑了两票 所以在这个投票当中 民主党只赢了七票 那么如果2022年通过川普的改革 共和党在各个选区 能够重夺一些议席的话 那么在众议院 共和党只要重夺了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 这就说明川普领导的共和党 新的主流 新的建制派 已经得到选民的认可 所以2022年对于川普在共和党内的改革 可以说是第一个考验 这个考验如果通过了 那么川普的所谓的新的建制派 我认为就很有可能就形成 而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共和党保守派政治行动会上 川普其实已经宣布了 开始启动2022年 他相关选举的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2024 到底谁能够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呢 川普在刚刚结束的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上 已经宣布他开始启动2022中期选举的相关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就是为一些封行川普主义的共和党政治人物背书 把那些不支持川普主义人换掉 谁不支持川普主义 谁要被换掉呢 其中有一位川普在这个会议上是点了名的 就是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刚萨雷斯 刚萨雷斯这个名字啊 你一听就知道这位大概是来自于中南美洲的移民 那么在美国有很多像刚萨雷斯这样来自中南美洲的移民 川普在这次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啊 其中讲到了一个他个人的观点 他说啊 在美国民主党正在推行一些左的措施 试图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 那么到底在美国有谁支持这种 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政治行动呢 来自中南美洲的很多移民 支持民主党这个想法 因为中南美洲有些国家 虽然并不是共产党领导 但是他们也曾经实行过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 当中就包括了现在的委内瑞拉 还有过去的阿根廷啊 智利啊等等 其实都曾经有过类似的改革 那么所以刚萨雷斯现在被川普点名了 川普认为啊 刚萨雷斯作为共和党人 是不是任国会众议员的 那么所以在2022选举当中 刚萨雷斯要面临改选 川普现在支持他认为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要跟刚萨雷斯在党内竞争 这位啊就是川普政府的前顾问米勒 我们知道米勒在川普政府当中啊 作为川普的政治顾问 他是一个相当强硬的人 据说川普很多强硬的移民政策啊 都是由米勒提出来的 那么现在俄亥俄州的 美国国会共和党的中议员 刚萨雷斯在政治上跟川普不同调 那么在弹劾当中啊 也对川普的弹劾投下了赞成票 现在川普已经公开背书米勒 要在2022的选举当中 跟刚萨雷斯在党内展开竞争 其实在这次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过程当中啊 在国会众议院有十位共和党的众议员 投了赞成票 川普不说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吧 最起码把这些人看成党内的末路人 那么所以呢 川普肯定会在大选当中 希望把他们每一位都换掉 但是啊 另外一位在国会当中 也算是共和党的重量级国会众议员前一 恐怕川普就不那么容易把他换掉了 因为钱尼是前副总统 钱尼的女儿 作为布希家族的家奴啊 钱尼应该说在这个共和党内 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他投下了赞成弹劾川普的一票之后 在国会众议院很多共和党人啊 都想罢免他党内领袖的位置 但是在投票当中啊 钱尼轻松的过关了 所以2022的选举啊 可以说川普能不能变成共和党的这个建制派 变成共和党内的主流 对川普是第一个考验 除了像刚萨雷斯 前尼这样的反川普的共和党议员 会不会被换掉之外 共和党能不能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 这才是标志着川普在党内改革 能不能成功的一个要点 这次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在开的过程当中啊 民主党也好 或者左派媒体也好 又十分恐慌 民主党跟左派媒体啊 利用一切机会对川普展开攻击 包括在这个会议上啊 有两个话题成了攻击川普的这个口实 那我们不妨来看看 但这次在这个保守派政治会议上 攻击川普的两件事啊 到底是合情合理呢 还是确实有点荒唐 第一件事呢 就是所谓的符号问题 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演讲大厅啊 有一个讲台 这个讲台呢 布置的有点奇奇怪怪 看起来呢像个菱形 那么这个菱形啊 本来其实并没有太多特别的意思 但是有人啊 翻了历史图片说 这个像一个鱼的形状的这个讲台啊 其实是纳粹德国的一个标志 那么当中还有一个截图 这个截图呢 是一个纳粹金官的领章 那么这个像鱼一样的图形是哪里来的呢 根据左派媒体的报道 说这个像鱼一样的图形呢 是来自北欧很古老的一个神秘符号 这个神秘符号呢 被这个希特勒所用代表了亚利安人的重新崛起 我们知道亚利安人啊 其实是纳粹德国用来政治宣传的一个借口 其实希特勒本人或者是整个德意志民族 到底是不是亚利安人啊 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话题 根据现在的DNA的检测啊 其实整个德意志民族跟亚利安人 并没有太多的关联 亚利安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亚利安人在整个历史变迁功当中啊 亚利安人迁徙到这个世界各地 包括这个亚洲啊欧洲啊 今天的印度人啊 其实当中有很大一部分 跟亚利安人有更加直接的血缘关系 那么所以关于这个亚利安人啊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 但是这个所谓的纳粹德军的领章上 这个符号 所谓这个北欧古老的这个图腾 到底是不是亚利安人的一个什么符号 或者是代表了纳粹主义呢 本身这就是个十分荒唐的一个话题 但是啊 因为这次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讲台 布置成一个像鱼一样的形状 那么于是现在左派媒体批评说 为什么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会布置 这样一个讲台呢 这说明这个川普或者共和党 跟纳粹德国是有密切联系的 这种批评如果你相信 或者你认可的话 那么只说明你对历史了解的太少 你对这种类似文字域的牵强的批评啊 太过天真了 那么除了这个所谓的讲台 跟这个纳粹德国挂上钩之外 那么另外还有川普的这个金像 也成了这些人批评的目标 在这次保守派的政治行动会议上啊 出现了一个川普的一个金像 这个金像呢 比真人还要大 我看了这个金像 我觉得这个金像啊 很符合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文化 特别是政治文化 对政治人物没有那种 像这个神一样的崇拜 往往他们会把政治人物的这个雕像啊 刻画的或者设计到有点比较滑稽 这个川普的金像也就是这样 所谓的川普这尊金像啊 当然不是用金子做成的 它是用玻璃纤维做成的 那么这个川普的金像呢 他手上拿了一个类似魔杖的东西 那么据说啊 这个设计者原意就是引致奥巴马总统 曾经讽刺川普的名言 说川普没有魔杖 将制造业带回美国 而川普执政四年啊 确实把很多制造业带回了美国 所以这个金像的设计者呢 让川普手上拿了一个魔杖 并且川普的表情啊 十分滑稽 十分欢快 川普居然是穿着短裤的川普 当然是穿着美国国旗的短裤 这个金像在保守派的政治会议上啊 就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关注 很多人都跟这个金像合影 于是呢 左派媒体批评说 共和党现在已经对川普 产生了偶像的崇拜 我们知道偶像崇拜 在宗教意义上是个很负面的词 如果有一个面带笑容 拿着魔杖 穿着美国国旗短裤的一个总统 你觉得这是一种偶像崇拜吗 偶像崇拜啊 是把某一个政治人物 看成像神一样的人物 这才符合所谓的偶像崇拜 而川普现在是一个十分滑稽的表情 穿着短裤拿着魔杖 这跟崇拜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啊 现在左派媒体批评川普这个金像 并不是说共和党已经产生了 对川普的顶礼膜拜 这么简单 很多人从这个铜像上 终于找到了川普 说一套做一套 为什么呢 这个铜像的这个设计者啊 叫泽根 泽根是一个美国人 但是呢 他有这个墨西哥的永久居留权 泽根为了这次保守派的政治行动会议 要为川普做一个这样的金像 但是呢 泽根把这个做金像地点呢 选在了墨西哥 因为在墨西哥 他有几个朋友 可以跟他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 于是 这个所谓的川普的金像 就是在墨西哥的边境城市 做好之后 运到了佛尔里达 左派媒体在这里 看到了川普什么样的毛病 说一套做一套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讲到刚刚举行完毕的保守派政治会议上 左派媒体对川普又找到了攻击的口识 这些媒体除了说这个讲台的布置啊 有点像纳粹德国过去曾经用过的一个标志之外 还找出了川普的金像的制作地点 攻击川普说一套做一套 那么这个金像制作的地点 为什么能够证明川普说一套做一套呢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这个金像在哪里制作呢 他是由他的设计者泽根 在这个墨西哥边境城市制作的 因为泽根呢 除了是美国公民之外 他还有墨西哥的永久居留权 那么所以呢 这些主派媒体说 你看川普说要美国优先 要一切美国制造 他自己的金像居然是在墨西哥制造的 这就说明川普啊 说一套做一套 听起来啊 好像有点道理 但是你只要用逻辑思维去想一下 你就发现有以下问题 第一 这个金像是川普要做的吗 当然不是 这个金像只是有个叫泽根的人 那么他为了表达对川普的敬意 要在这次保守派政治会议上 把这个金像啊 作为一个景点 让大家拍照 所以他自发的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金像 那么这个金像 如果不是川普让泽根做的 这跟川普所说的美国优先有什么关联呢 如果说这个金像是 川普受益 泽根做的 那么并且告诉泽根说 为了节省成本 你必须把这个金像拿到墨西哥做 你还可以说 川普说一套做一套 因为川普说要在美国制造 要美国优先 但是啊 具体到川普付钱的事情 川普却让这个泽根拿到墨西哥去做 但是我们从这个报道来看 媒体采访了 泽根本人 泽根本人说 我有墨西哥的永久居留权 而我的伙伴也在那里 所以我在那里做 并且这个雕像啊 说明了是泽根自己本人的一个想法 而他这个想法又得到了这个保守派政治会议的赞同 所以他这个金像才能搬到这个会场 让大家和这个金像合影 这个金像啊 也表达了川普十分活泼的一面 这个跟这个政治人物的所谓的崇拜也没有任何关系 可见啊 这些左派媒体现在攻击川普已经实在找不到什么口实了 所以只能从这个讲台的布置 硬说这是一个纳粹德国的符号 大家如果去网上翻一翻这张照片啊 你很难在纳粹德国过去的历史照片中找到这样一个领章 我不知道那幅图片是哪里来的 就是所谓的资料图片 显示这个图形曾经被纳粹德国使用过 以我个人的历史尝试 以及我对二战期间德军的这个领章的了解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图片被德军使用 那么所以这个德军使用过这个图形 到底是真是假 我本人有所怀疑 再说了 哪怕是德军曾经使用过的任何这个标志 那么现在如果再用的话 就是跟纳粹德国 就是跟白人至上主义有关联吗 其实我们讲到川普对共和党的改革 民主党也知道 川普现在在共和党内的支持度太高了 川普如果带领这个改革的话 那么恐怕接下来川普将会成为共和党的主流 这对民主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所以现在民主党希望在川普对共和党的改革 还没有成形之前就利用一切机会 要把川普的名声搞臭 包括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 其实目的也是如此 那么最近民主党人又开始了对川普新人的攻击 这回攻击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川普的税表 川普的税表 我们知道一直是民主党试图拿到的一个资料 试图在这个资料当中 找到川普的所谓的罪证 那么最近有关川普的税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做出了裁决 纽约曼哈顿地区的联邦检察官万斯 可以拿到川普的税表 那么现在万斯检察官已经如愿了拿到川普的税表 那么据说这个税表非常复杂 有几百万页之多 因为它是川普十年的交税记录 说到这个川普的税表 我们知道从川普2016年参选 一直到他执政的四年 民主党人一直抓住这个税表 而川普呢就是不交出来 川普说他的税表还在审计当中 所以在审计结束之前 川普不愿意交出来 好了 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 这个税表必须交出来 而联邦检察官万斯也拿到这个税表了 那么接下来民主党人会在这个税表当中 找到川普的相关犯罪的罪证吗 关于川普的税表 最近CNN就有一个报道 而这个报道的这个来源呢 是CNN的主编 政治分析家奇力杂 奇力杂分析说 川普过去一直不肯公布这个税表 川普在怕什么呢 他认为川普怕两件事情 那么一件事情就是川普多年没有缴税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川普有巨额债务 我们从这个奇力杂的分析来看 这两件事情对川普来说 到底是不是严重的罪行呢 首先说川普多年没有缴税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有报道说 川普在2016年总共只缴了750美元的税 如果你在美国生活过 你在美国缴过税 你大概知道 美国有很多相关的这个税务规则 是可以让你合理的避税的 那么每一个人 每一年都要做的事情 就是找自己的会计师 或者自己想办法 用合理的方法避税 那么所谓合理的方法避税 就是你把你相关的一些开支 经过合法的处理之后 它可以让你少交一点税 那么这是每一个美国公民的权利 川普有这个权利吗 如果他是美国公民的话 他当然有这个权利 但是我们知道 像川普这样的商人 曾经是美国的富豪 川普缴税会自己拿个计算机 自己在计算 自己要缴多少税吗 当然不会 像川普这种商人 他通通都把缴税的事情 交给会计师事务所 并且不是一般的会计师事务所 所以川普有没有合法的缴税 在这个缴税方面 川普有没有偷税漏税 其实会计师事务所最清楚 会计师事务所 如果帮川普处理过税务的话 你觉得这里边有多大可能 川普违法的 获得了税务的折扣呢 川普每年是交750美元的税合理 还是交750万美元的税合理 这一切都由会计师事务所去决定的 所以哪怕是川普多年没有缴税 是一个事实的话 而川普有没有违法 这是另外一回事 他跟缴税的数目 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那么第二点 川普如果有巨额的债务 这是川普犯罪的证据或者行为吗 我们知道川普在他个人历史上 有几次破产的经历 这些破产的经历 曾经是过去某一些人或者某些媒体 对川普批评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当川普破产之后 他的很多债务人就拿不到他应该得到的债务偿还 所以很多人认为川普在生意上是不诚实的 这也是过去民主党要塑造川普一个负面形象 经常讲的一件事情 那么既然川普曾经破产过 那么川普如果有巨额的债务 有什么奇怪呢 其实现在很多成功的商人都有巨额的债务 不是大家经常讲一句笑话吗 如果银行愿意借10亿美元给你让你负债的话 只说明你的经济实力足够让银行相信你 如果银行连100美元都不愿意借给你说明你的信誉就很有问题了 如果川普有巨额负债的话 而这个负债又不是川普骗回来的 那么请问这跟犯法有什么关系呢 更搞笑的是纽约时报曾经有个报道说 川普在2012年的时候用这个川普大楼作为抵押 抵押了1亿美元 那么到目前为止 川普的公司只偿还了利息并没有还本金 那么如果川普真是欠债的话 川普很可能会欠美国政府超过1亿元 我实在不知道美国纽约时报这个账是怎么算出来的 或许他们有十分高深的这个会计专家 推演出川普用他的大楼抵押借了1亿美元 就变成了川普欠美国政府1亿美元 其实不要说美国政府 哪怕川普用川普大楼抵押给某个商业银行借1亿美元 如果川普还不起债的话 这个川普大楼就要改名字变成银行大楼了 如此而已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商业借贷的一个行为 这里面跟欠美国政府1亿美元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如果你认为这是非常荒唐的抹黑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个例子啊 可能会荒唐到令你更加目瞪口呆 那么这个什么例子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求问 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是 川普现在开始了对共和党内部的改革 那么希望利用他所主导的新的建制派 来取代旧的建制派 川普能够成功吗 川普能够成为2024年共和党的 美国总统候选人吗 现在民主党对川普政治力量的崛起 十分恐慌 那么所以左派媒体抓紧一切机会来攻击川普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川普的税表 还有一个是川普的负债问题 如果你认为这些攻击是荒唐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个例子啊 可能会令你更加目瞪口呆 那么这个攻击的例子是什么呢 美国有一份极左派的杂志叫商业内幕 他最近就报了一个禁料 这个禁料说什么呢 他说啊 川普在当总统的四年当中 把他每年的年薪40万都捐了出来 但是啊事实上川普在他任期之内 他旗下的企业啊 却获得了16亿美元到17.9亿美元的利润 那么而所谓的监督团体 就是那些所谓的非盈利团体 叫华府公民道德责任组织啊 指出说川普捐出总统的年薪 只是为了掩盖他四年来 明目张胆的贪腐所得 这个组织发现啊 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 在华府的川普饭店 营收入从2019年的4000万 下降到2020年的1500万 但是呢海湖庄园的营收 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下降 那么无论是这个商业内幕 还是这个所谓华府公民道德责任组织 他们指控的是川普当总统四年 每年都把他的年薪都捐了出来 给一些不同的这个非盈利组织 但是呢 这只是为了掩盖川普贪腐 我们说捐出40万的年薪 跟掩盖贪腐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捐了40万就可以掩盖什么样的贪腐呢 而这两个团体所爆料说 川普的贪腐的行为是什么 是川普旗下的企业 在2020年居然赚了16亿美元 到17.9亿美元 我们说川普本来是个商人 他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 美国总统是不能做生意的 于是他就把这个家族企业 交给了一个信托基金去经营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当某个信托基金 接管了川普家族的生意的时候 川普家族的生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其实很简单 信托基金接收了川普的生意之后 信托基金会像川普过去一样 来营运他的企业 那么这个企业在营运当中 当然就要获得利润 这跟川普的所谓当总统的贪腐 有必然的联系吗 如果说川普当总统 用他手上的行政权利 通过这个相关的行政部门 给他的企业输送的利益 你可以说川普是贪腐的 川普把企业交给了一个信托基金 而这个信托基金帮川普经营得利了 从法律上 从道德上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川普贪腐所得吗 当然不是 这是川普家族企业正常经营过程当中 很可能会赚钱 也很可能会亏钱 这要看川普的个人眼光 他把他的生意委托给哪个信托基金去经营 那么很明显川普的眼光不错 他委托经营这个机构 帮他在2020年赚了大概16亿美元 这怎么能说是川普的贪腐呢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 现在无论是民主党 还是这些左派媒体 为了消除川普的影响力 已经不顾一切的 对川普进行抹黑 连这个所谓川普委托的这个信托基金 所经营的生意获得的一切利润 他们都把它解释为 这是川普贪腐的表现 还有川普把他的年薪40万捐出来 也是为了掩饰贪腐 所以才把这个40年年薪捐出来 但是问题是 美国人民不像一些发展中国家 或者第三国家的人民这么好骗 这些媒体所说的这些攻击 并不是每一个美国人 或者说不是大多数美国人会相信的 因为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他的民众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些所谓的攻击报道 你只要用简单的逻辑思维去看一下 你就知道这些攻击有多么荒唐 那么好了 现在川普在共和党内 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民主党这么害怕 害怕到攻击川普 用了不惜一切的抹黑手段 川普会在2024年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吗 那么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 最近对于川普的民调 这是共和党内部的民调 认可川普在执政四年的执政业绩的 大概在共和党的支持当中 有90%的人认可川普执政四年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那么有多少共和党的支持者 认为川普在2024年 要代表共和党再选总统呢 当中只有69%的人认为 川普应该代表共和党选2024总统 我们看90%跟69% 有一个相当大的落差 那么这个落差说明了什么呢 在共和党内川普的支持者 哪怕认为川普过去四年做得不错 川普的很多政策 包括川普主义都是对的 都是符合美国的现状的 但是川普适不适合在2024年 再代表共和党去参选总统呢 有很多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所以这个民调数字的落差 就叫我个人认为 它体现了共和党内部 有很多人认为川普的政策是对的 但是川普并不一定是一个 适任的美国总统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的个性上有一些缺陷 比如说川普喜欢沉迷于群众 对他的支持 川普讲话的时候 他的言谈举止 往往会令到某一些少数族裔 或者某些团体受到伤害 而川普经常在公开讲话当中 口不择言 这种口不择言 会给政治对手带来攻击他的口识 这就令到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总统在施政的时候 会受到无端的干扰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不懂得团结更多的人 特别团结敌对阵营当中的一些中间派 这对这个政治人物具有更多的认受性 具有更好的施政能力 那么是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的 所以我想共和党很多选民 虽然支持川普的政策 但是他们也不认为川普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 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 彭斯为什么没有参加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彭斯一方便是认为这个时候他参加保守派的政治行动会议 未必会给他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 因为彭斯在川普的最后任期 特别在1月6号 川普公开要彭斯在国会否决选举人投票的结果 彭斯没有做 这令到两个人产生了隔阂 而更加严重的是令到川普一些狂热的支持者 认为彭斯就是个叛徒 所以彭斯在这个时候参加保守派的政治行动会议 很可能会出现尴尬的局面 所以彭斯没有去 那么2024年我们既然知道 共和党内有人认为川普在这个言谈举止上 还是有一些缺点 不一定是个合适的政治人物 2024年谁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呢 我们刚讲了 彭斯因为在川普执政的最后一段期间 在1月6号跟川普发生了矛盾 所以共和党对彭斯的支持 现在支持度也不高 如果说川普有80%以上支持的话 最新的民调彭斯的支持度居然不到20% 那么所以除了川普跟彭斯之外 其实我觉得共和党内 还是有很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有可能成为202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 比如说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昌提斯 还有德州的州长阿伯特 这两位共和党的州长 除了他们所领导的州 经济表现都不错之外 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 以及在这次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当中 两个人都表现十分出色 阿伯特跟德昌提斯 我认为都有可能成为2024年的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因为这两个人当过州长 有过行政管理的经验 都不是政治素人 这恰恰能够弥补了川普 作为一个政治素人 当美国总统的缺点 那么除了这两位州长之外 还有美国国会的参议员 像卢比奥克鲁兹 以及国会众议院里面的 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其实这些都是 2024共和党内 总统候选人有利的竞争者 当然我还是强调 黑力我认为是最合适的 所以到底2024年 谁会代表共和党出来参选总统呢 我个人的看法 2022年首先是一个指标 川普首先要对 共和党内部的改革成功了 他才有资格 有可能去谈 2024年 他会不会成为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